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紫薯欧包 做法简单,颜色还特别的漂亮 250克高筋面粉,加上170克水 用刮刀混合均匀以后,静置半小时 让面筋自己形成 100克蒸熟的紫薯 用叉子压成泥 不用太细,有点颗粒没有关系 揭出面团之前,手上沾一点水,就不粘手了 这个时候你拉一拉面筋,其实它已经很有延展性了 加入80克活跃的天然酵种和4克盐 尽量揉匀 这个时候面团粘手是完全正常的 揉匀以后,松弛2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几次折叠 首先我们做一次拉伸摺叠 首先我们做一次拉伸摺叠 可以看到这时候面团已经相当的光滑 半个小时以后再来折叠一次 现在我们用卷折的方法 把面团从各个方向拎起来,然后再放下去 面团经过多次的折叠,面筋会更加强劲 在加入紫薯之前我折叠了三次 半小时后我们再做一次卷折 这时候面团的延展性已经很好了 拎起来相当容易,面团也非常的光滑 继续松弛半小时 加入100克紫薯泥 加了紫薯泥以后,把面团折叠几下 这时候不用太在意紫薯的位置 半小时以后再来折叠一次 让紫薯分布的更加均匀一些 半小时以后再来折叠一次 半小时以后再来折叠一次 把面团放在室温下,发酵至两倍大 我这个面团发了5个小时 发好的面团,简单整个形 把面团放在室温下,发酵至两倍大 尽量把面团向中间收过去 表面撒上干粉,把面团放进发酵栏 室温发酵2个小时,或者冷藏发酵8-10个小时 具体的发酵时间得开面团的状态 发酵差不多了,就可以提前用230度 预热烤箱和铸铁锅 发好的面团用手指按压才会缓慢的回弹 用锋利的刀片在侧面划一条 帮助面团在烤箱里膨胀 放在铸铁锅里,用230度先烤半小时 然后移去锅盖,降温到200度,再烤15分钟 烤好的面包,用温度计测试一下 中心的温度会在93度以上 放凉以后再切片 外皮薄脆,内里柔软 每一片都有不同的纹路 吃起来还有紫薯的微甜,很值得一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我是大鱼,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